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16问 全人类都在亚当犯罪中堕落了吗 回答 上帝和亚当所立的圣约 不单单是为他自己 也是为了他的后裔 那么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 全人类都是传宗接代 所以我们都是由亚当而出 既然都是亚当的后裔 是从亚当而出的 那么我们就与亚当的犯罪上有份 我们也就与亚当一样一同堕落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光照你